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WELL 收探 我是WELL 今天6月23號禮拜四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又發生了什麼事 那今天整個讓很多投資交易人 還是處於一個非常低迷的狀況 為什麼 因為這兩天的聯電跟聯發科 這個除息都是處於一個貼息 這是一個下殺跳空下殺貼 放量下殺貼息的狀況 所以整個大盤都還是持續被壓抑 但是我們認為說 接下來這個波段的反彈 真的隨時都有可能會發生 那還是請大家千萬不要去錯過 然後我們這邊標題就講說 美股台股這幾天都在割韭菜 但是波段反彈要來了 那我們還是去關注這一些 還有加碼這一些熱門股 接下來就準備來強返 像台積電 聯電 聯發科 鴻海友達 昌龍航 花航等等的 那還是一樣 在節目開始的時候 請大家先不要忘記 加我的LINE跟Telegram 在影片的下方的資訊欄 會有LINE跟Telegram的連結 也可以直接去做一個點選加入 那我們在盤前盤中盤後 都會傳送一些有用即時的一些股票 跟這個金融市場的一些訊息給大家 那錯過的話就很可惜了 那在今天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回顧一下前面三個月 就是我們做的這個實驗性的交易 我們用500萬的資金 然後去就是來回的Trade 就產生了差不多1億左右的交易量 然後獲利了將近200萬左右 那算是在前面這三個月台股 這個大跌2000多點 然後上衝下襲的這個環境下 能有這樣的獲利 算是應該還過億的去 就是還堅持住了 我們所謂的獲利之光的堅持 那如果說你也同意 然後也不介意的話呢 希望你可以暫停 然後幫我在下面按個讚 那我非常感謝你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說 今天台股的大盤呢 是一個開屏震盪 然後持續的去做一個下探 然後來到了這個15150 跟15350之間來回的震盪 那來到一個非常關鍵 是否可以直穩反彈的一個關鍵 那15150到15350這個區間呢 其實也是過去2020年底到 2021年的5月的時候 被非常非常強烈的去測試過的 這個這個區間 那在這個表上前面這兩個圈圈 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們就是前面兩天也說到說 來到這個點位 其實接下來今天晚上的梅股 甚至到明天或最慢下禮拜一 隨時應該就會反映出來 這波反彈 那如果說當然市場上面沒有一定的 如果說沒有這波反彈 又被破局的話呢 那我們只好去搶反彈的這些多單 我們還是必須要停損出場 還是要必須要停損出場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股今天的日線 今天的日線呢 它也是收了上下引線 然後來停在這個15150跟15350之間 那我們就認為說它這幾天 其實前面都在這個大幅的上下 幾百點的洗盤 但是沒有太多利空實質 利空利多 利多與利空的實質消息傳出來的情況下呢 卻這樣大幅的上下洗盤 所以它就在多空雙殺 那目前就是一個 右空坑殺了很多散貨的狀況 那在洗心符合以後呢 它接下來就很有可能會去 接貨完畢 然後去產生一個波段反彈 OK 那大家真的就是不管是套牢的 或者是已經虧錢 或者等等的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波段反彈 那我們以廢半的周線來看呢 再次提醒大家說 今年這個下跌的波段 它每一次下殺一兩週以後呢 都會有一個 一到三個禮拜的一個反彈整理 的一個區間 那目前呢 其實也是處於一個這樣 技術性反彈一個慣性訊號的 一個浮線 那這兩天呢 甚至最慢應該不超過下禮拜 它其實就應該會有一波的 這個反彈整理 OK 那大家就可以持續去做一個關注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個護國神山台積電2330 它就是在這個除息 除息天 除息它 台積電是屬於一個天息的 對不對 除息天息完以後呢 它因為大盤非常的弱勢 所以它就持續一次性的 去殺穿了這個505到500 這個價格區間 對不對 但是它今天算是第二天在這個500 這個關鍵價格500元之下 那我們這兩天就要緊盯地去觀察說 它是否會持續在500元之下 或者是有可能做一個反轉 OK 那我們以台積電的其他的一些技術指標來看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現在還是有機會說是 三日內去佔回這個500的話 那就還有機會去產生一個波段的反彈 那接下來我們看籌碼面呢 其實以自營商外資跟投信的這個買賣超來看 它目前是一個外資賣超 投信卻去卻去你丟我撿 這樣一個土羊對坐的一個狀況 所以並不是一面倒的一個去賣超台積電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它目前台積電的KD跟RSI 都是有機會去做一個反轉向上的反彈 那我們再看一下說 這個昨天出席的這個聯電 昨天它出席以後它也貼席了 所以我們看到它非常大的兩根的 這一個長黑K的一個下殺 一次性去殺穿了45 但是呢其實我們看到說45塊 也是聯電2303的一個多空關鍵 那過去一兩年呢 其實45塊都被反覆測試了非常多次 它每次一碰到或是一跌出來以後 馬上就縮回來 然後再繼續的有一波反彈 那這一次呢我們認為說 它很難去跳脫這個慣性 OK 那我們可以再以比較近的 這個日K來看的話 就看到聯電它是這個貼席下殺以後 它今天是有一個收繳的一個狀況 那它目前也是處於一個外資賣超 然後投信買超 然後一個土羊對坐 KDRSI也是隨時有可能去做一個 反轉反彈向上 那這都會是一個跌升以後 可以去搶短多 然後搶波段反彈的一些好標的 台積電跟聯電就是 因為在其實台積電跟聯電 在非常霞浮震盪的時候 其實我們去做它不管多空 其實都很難賺到錢 甚至會輸錢 而且錢放在那邊放了老半天 就很沒有資金效率 反而在這種擊殺的時候 就會是一個機會 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比較貴的聯發科 2454 它今天聯發科今天除息了 那它今天也是一個處於一個貼息 就是一次跳空放量向下殺 然後殺破800 甚至殺破收在700以下 那我們以過去來看 其實700到800 也是聯發科非常強的一個支撐的 一個價格區間 那它在這邊就很有可能會是去做一個反彈 然後在700跟800之間整理 那如果說它反彈 去做一個震盪整理的話 這也都會是多空 接下來多空交易去 獲利的一些好機會 我們可以看到說 聯發科它今天是跳空爆量 的一個貼息的一個行情 OK 那它目前也是一樣 是土羊對坐 就是外資賣超 投信買超 那KDRSI也是隨時處於一個 有可能去反轉 向上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前兩天的短片 跟這個簡訊LINE 跟Telegram的簡訊 其實也有提到說 目前這幾天呢 其實從美國華爾街 所有歐美系的這些投資銀行 到台灣的這個財經秀 全部一面性的就是唱水唱空 說現在大盤很糟 然後美股台股很慘 然後通膨很嚴重 然後這個空頭會越來越不好等等的 那其實呢 過去的經驗來看 每次當市場上全面性的去唱衰唱空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兩手政策 這個外資這些機構法人 這些有心人士所謂的兩手政策 兩手策略很可能就會發生 那有可能就是一邊唱衰 然後一邊在這個低階大買 然後後續就會讓它推升 去有一個波段的行情 那再後續呢 才會再次下一波的這個大空頭阻碟式 但是這一波的這個反彈 如果沒有抓到的話 其實又是損失了 就是可以輕鬆獲利 二三十趴甚至三五十趴 很好的一個機會 OK那最後呢 我們還是就在提醒大家一下說 6月2號6月2號的時候 其實我們節目跟短訊裡面 就一直去提到說 6月它會是一個先跌後談 先跌後談 那現在6月上半 已經過兩三個禮拜都在跌 那我們就來看最後6月的 最後一個禮拜 對不對 最後一個禮拜 會不會有所謂的先跌後談 那還是一樣 請不要忘記 就是加我的LINE跟Telegram 在影片的下方的資訊欄 我也會有LINE跟Telegram的連結 可以直接去做一個點選加入 那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隨時私訊我們 然後我們都可以進一步回覆 進一步來聊 那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囉 下次見囉 下次見囉